我们萨导院呢 就是会抓这个安葡萄哪一刺的 可是他们这里呢 他们是来养的 哪一座光赏鱼来的 Y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Auto Semantics 我是我联邦 还有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且看小伙伴的小铃铛 还有FLOG 我们的IG OK 回来 今天呢 我们是来介绍美食的 今天呢 我位于这个 Selangor Shark Alarm Section 15这里 因为我刚好就住这里附近 那昨天呢 我就在这里闲关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间 非常吸引我的一间 鱼店 它什么地方吸引我呢 我时间先带大家 继续看先 Let's go Alright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说 就只有那样子 那不是跟我们Selangor Shark 那边有什么差别呢 然后我跟你讲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 只是一部分 那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呢 是在它的旁边 这个楼梯上去的第二楼 它叫做一毫AQUATI 那它这边楼上呢 有更多更厉害的东西 我想要show给你们的 我话不多说 直接上去 Yo 现在呢 我们已经在第二楼了 这里呢 它叫做一毫AQUATI 它其实这个楼下 是同一间公司来的 然后有没有发现到 这里非常非常的大间 OMG 它这里呢 一共是两间店面的大 然后呢 它这里有多达百多种的鱼 很多很多种 你看 从最大只 到最小只都有 为什么我带你们来这边呢 因为这里呢 有一只我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可爱的一只鱼 诶 这一只 这一只它叫做什么呢 它就是白银铲嘴 因为它的嘴巴啊 像那个鱷鱼这样 然后它很可爱 你注意看 它会跟你笑 嘻嘻 好 这里呢 就是比较大只的鱼 比较多在这边 会不会大只 你注意看 这一只呢 它长得像那个大便鱼这样 可是它不是大便鱼 它是其中一个种类来的 然后它的体积比较大的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 小小小个呢 这一先呢 就是近期呢 在MCO啦 就是它身价暴展的 贵到便宜的都有 就是看它们的身上的条纹咯 还有它们的名字 种类都不一样 你看 很美吼 你看它每一个水的颜色都不一样 有些是透明的 然后有些是青色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有些鱼呢 是刚拿来 OK 然后它比较新 然后它要适应嘛 然后它们就会有放那个药 所以它会有这种青青色的 它是给它去适应先 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帮它换 哦 你们看到我 有没有看到 会大吗 Oh my god 你看这一切哦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阔 好嘞 这一排呢 有没有看到 这些我跟你讲啊 是那些爱玩鱼的人 他们一定会养的鱼 你知道是什么鱼吗 没有错 它就是叫龙鱼 好嘞 这个龙鱼呢 叫我们沙老越南 我自己本身懂的 这个龙鱼呢 只有两种 就是红龙跟金龙鱼 那其实呢 在这里呢 它一共有多达十种以上的龙鱼 从这里你看 都是龙鱼 好嘞 里面呢 我才知道 价钱最贵的 其实是看它的身形 它有一种身形 是比较小的 短身的红龙 那一只是最贵的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带你们去看 在这一边 有没有看到 这一只呢 是在这边最贵的一只 短身的红龙 而且你注意看啊 它的这个鼻子这边 它的嘴巴这边 它会翘起来的 所以它的价钱会更贵 非常非常漂亮 尤其你看它的尾巴 那边 那个厚红的 Oh my god 那个真的是漂亮 太美了 我自己本身呢 对鱼其实并没有什么姿势啦 我相信呢 会看鱼的 你们自己看得出 这一只飞凡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接下去 我们来这边看 我跟你讲啊 在我们沙老岳 非常出名的 万步了鱼 这里也有 它这里呢 是人工饲养的 这个万步了 诶 这里过来 就这一个 这个就是安布拉 它只是还有小 OK 可能你们看不出 OK 在西马这里呢 他们呢 这个安布拉 他们是来养的 不像我们沙老岳 我们沙老岳呢 就是会抓这个安布拉 哪一次的 可是他们这里呢 他们是来养的 哪一座观赏鱼来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沙老岳啊 我们是抓那种野生的 野生的才好吃 可是人工饲养的 这个安布拉呢 其实是不怎么好吃的 所以他们就是来养一下 for 观赏鱼啦 我跟你讲啊 如果他们没有说 这个是安布拉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它是安布拉 Oh my god OK 那这里呢 有没有看到这边旁边 都是这些鱼缸 那这一间店呢 他们有做这个 all in one的服务 它就可以帮你 定制 你自己想要的 大小的鱼缸 它帮你全程做到 连你的机器啊 BAM 它全部帮你做 只要是你要养 这个观赏鱼的 他们这里一套的服务 全部给你 那他们这个all in one的服务呢 包括啊 你任何遇到的鱼 或者是鱼缸的问题 他们都可以帮你解决 OK Let's say 你的鱼今天 看过去 好像奄奄一息这样 他们都可以知道 它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要给它吃什么药 或者是你的鱼缸今天很脏 他们也可以上门 帮你去清理 或者你的water pump 今天整个sop掉 或者用 他们都可以去帮你service 种种的问题啦 只要是关系到鱼 鱼缸 他们都可以帮你解决 OK 那接下去呢 我将会帮大家到另外一边 去看一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鱼类啦 OK 过来 OK 就是这里哦 就是这个魔鬼鱼 他们这里也有 而且这个魔鬼鱼呢 有分为四种 我跟你讲 最贵的是这边 过来 这一种 咧 有没有看到它在跳舞 咧 这这这 为什么它是最贵呢 它还有一个名称 那个名字 我跟你讲 你听过去 你会觉得它很贵 因为它叫做 Black Diamond 黑壮石 这个是全镇的Black Diamond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时候 你们观察这些鱼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到它的背上面 这个白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白点 它可能会有那个Isleafield的形状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现在 这么可爱 诶 等一下 它的眼睛不在这边 它的眼睛是在那边 这边是它的底部 OMG 这边很多汁 OK 我跟你们讲 这里啊 真的是我看过最干净的一间卖鱼店 你看它这个鱼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这老板他有跟我讲 它是全麻 最干净的这个卖鱼店 真的真的 没有骗你们 真的是很干净 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出 它清澈戒底 它们几乎啦 每一天都会去清洗这个鱼缸 所以呢 它们这样子呢 才能够保证 它们的顾客呢 都可以买到非常健康 非常漂亮 非常美的鱼 真的是很美哦 美资 All right so今天呢 这个比较另类的这个video呢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so 喜欢我们视频的 请继续的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Bye